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道好上日后可能成就更高的 其实是杨过 说来说去还是令狐冲的道心更纯 但真相仅仅是如此吗 最后的结论才是高明 也是那大有启发之处 整理如下 杨过极度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 令狐冲则是极度不在意 他俩都是不在乎世俗礼教约束的人 但令狐冲的不在乎是因为不执着而不在乎 是真正的洒脱 杨过的不在乎是因为执着 很在乎要坚持自己 令狐冲是我执己诞的人 但又与法执 最终不能通透 而杨过的我执赤胜 最大的心结和问题都源于此 但他最后有大突破 同样学独孤求败的武功 杨过写道的境界是有 在一次次练习中得到几乎无穷无尽的力量 足以让他把所有对他的不重视打败 而令狐冲学到的境界是无 一招领悟任凭别人如何心风作浪 他始终能高居其上 超脱其外 看自己的心情介入并随时可以退回 所以令狐冲也经历了种种出生入死的变故和大难 武功是大劲的 但心性其实没有变化 心境也并未更进一步 杨过的个性或许正因为我执这个力道极大 所以力量都压在一点 破执后倒又是一分天地 杨过像天蝎座 走出了冥王星的蜕变重生之路 令狐冲的着力点则很散 其致不分明 道小说结尾都是遗憾和无奈 一切已经尽在不言中了 这段总结可称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老子这句话也本是说无与有的 我执与无尽的关系已经隐约浮现出来了 我执越重 悟得越深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说其中的道理 这道理上面已经说到了一点 便是我执重的人更能距离于一点 距离于自我的突破 如同单点爆破 就像陈宗咬定一个话头和遗情的参禅 久之无名壳子凿破 自然大放光明 其实是最省力而直截的路 此外 我执重的人是从有上走 我执是有 他面向的自我和世间困境也是有 他可能打破得更慢更难 但一旦打破往往就是更大的正境和格局 这就像原物客情产生说的 聪明人其实悟到更难 因为肢解能力更强 不容易出来 反不如心思纯粹的村夫 机缘点化之下一点就能悟 但聪明人虽悟得难 一旦得悟就是大成 因为病多安药性 有哪些陷阱他都很明白 也知道怎么给别人治 从无上走却不一定 因为能通达诸相一定是能见性的 相若通达会自然呈现出真性 无所助则自生其心 但见性却未必能通达诸相 它只是顿入了那个究竟的层次 对中间的种种链条和构成却未必清楚 故佛家说 根本空之异德分别相之难成 所以禅宗灯幕上记载了无数开悟者 但通天手眼大器大用的大宗师却并不多 天地事件的道场最是殊胜 此外其中内涵还远远不止如此 正道的唯一障碍其实只有一个 便是我 佛陀正道时感叹 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 只因妄想执着故不能正德 妄想与执着是一表一理 所有执着 佛家归结为我执和法执 一个以为五蕴和合的我是实有 一个以为缘起无常的净是实有 而不达其幻 两种执又其实只是我执的不同面向 所以二执又叫人我执和法我执 说白了始终是因为有个我在 才建立生起了一切妄 若我却得干净 无名颠倒 烦恼妄想等诛妄便不能存在 真与物一步的建立 而归究竟无为无事 与天地自然合一 修正次地理的一层层 不过就是这个干净的程度 比如二执又分先天与后天 后天明分别我执和分别法执 先天明聚生我执和聚生法执 聚生就是与生俱来的 韩山大师名言 智若无佛说法 虽浩瀚广大 要知不出破众生粗细 我法二执而已 二执即破便登佛地 即三藏经文 皆是破此二执之句 这里提出粗细两种性质 后天先天既是总体的粗细 他们也各有自己的粗细 这些看似复杂 把注视这个我去得干净的程度这一点 便自能贯通 那么这跟我执越重 误得越深是什么关系呢 有两个方面 一是在维时学里 第八根本时的阿赖耶时的上面一层 就是第七我执时的莫娜时 也就是说 我执距离根本是最近的 它的背面就是根本所在 那么我执重的人 在条件上就与根本最近 便最有机会和可能打破 若能直了打破就是动物 二是如永家玄觉禅师正道歌所说 无明实性即佛性 幻化空身即法身 佛家是屡言真如佛性 无形无相 而色空不二的 不在相上却也不离相 烦恼即是菩提 黄辟禅师所谓本心不属见闻觉知 亦不离见闻觉知 这些都告诉我们 妄和真是一体不二的 真就在妄中 而不是妄外别有一个真 如同我们的思维 事物正规律是我们的思维抽象出来的 这规律是有吗 是无吗 这便是真相无相 色空不二 我们的认知也同样 我们有时候觉得明白 是知个明白 有时候不明白 无度混沌 是知个不明白 无度混沌 知的状态不同 知知本身又有什么不同 冷言经里讲 白证你见明 黑夜你见暗 明暗之所见有不同 都是见却无不同 这就叫见性 见性无论如何都在 闻声之闻与不闻 动与静也同样如是 取名取静 舍暗舍动 近视着相 与道毫无交涉 把明暗对应于真望 染静 菩提烦恼 多少人也都是这样 灼在相上了 而不知物其性 窃须知 要用心在什么地方 否则中是门外汉 生死图 见闻觉知何知 同一本身 那一物便是古得 形容自性时 常用以表明的灵 所谓一灵之物 灵觉性 一点灵明等等 故西方二十世纪 最有影响的 哲学流派之一的 存在主义哲学 其根本便是明确区分了 存在者与存在 一切存在物 包括心理精神存在状态 以及修正中的 一切殊胜境界 皆是存在者 既所存在 一部西方哲学史 就是一部追问 存在的历史 却忘记了 对存在本身进行追问 于是注定是一场虚妄 就像凡夫众生的虚妄 翻来覆去 都是在所存在中 却从未回头 关照自己的存在 存在本身 只能借有存在者 对自身存在的体会 对于存在者 对存在的体会 只能来自于自身 所谓冷暖自知 故知内求 是唯一的路 那么既然 我是诸妄之本 那么只要触及到了 这个根本内核 然后从这个内核 直无其性 即是一网打尽 秦贼秦王的总持门 凡夫皆以为 自己我执重 自我身 诚然不错 却与这种情形根本不同 因为上述 我执身重的人 都是比较近的 触及到了我执内核的人 凡夫则心思缠绕 畸心身重 欲望深沉 只是现在我执的功能区里 离内核区还远着呢 所以别以为跟自己有关系 这里说的我执重 等同于世俗所说的纯粹真实 这个性是什么 我们只能陷入这么个侧面认识 直属礼物 正物上则只有与其合而为一 所谓弃入和相应 别无其他委屈可行 人回头反照 都能体会到有个我在 这就是直接与第七十的我打照面 只要要问他究竟是什么 却是了不可得 因他本事无运假合 除唯一真性外 万法皆只是缘起回归于我 注于这不可得处 然后赶天应地 纯然只是一个平常当下 并是个下手上的总持大陀罗尼 总是个见闻觉知 比任何单一的反门都更殊胜 我执越重 捂得越深的道理 之所以称为大秘法的原因 就是上面这些了 所以不要以为小万是鼓吹和承认我执 而只是告诉你 不要一味排斥我执 他最为虚妄 却最坚弃真实 要学会利用他 而不是被他利用 故孔子说 不得忠行而语之 必也狂涓乎 狂涓之人是有性格之人 有性格之人是真实之人 真实之人往往是自我之人 也不要以为 这是为自己找到了我之的借口 世人之病根本不在自我 而是根本没有自我 多的是懵懵懂懂 随波逐流的主 连我都没有又谈什么无我 有段话很适合放在这里 一个自我的人往往特立独行 自信自立 不轻易被外界影响 具备对很多诱惑很强的顿感力 虽不彻底 不觉得这就是如如不动的雏形吗 最有创造力的也是这类人 这不就是能生万法的雏形吗 再看那些禅宗大德 个个有脾气性格 甚至有大脾气大性格 背后不也是这一层深意吗 自我的人往往也执尿 这不就是像参禅一样 距离于一点才能更容易突破吗 谋中三言 黄罗梦是小城 金瓶梅是大城 水浒传是禅宗 而水浒好汉们都是怎样的呢 欲得大盗先得自我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于我知 你如果有不同的观点 欢迎在视频下方发表您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吧